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我叫Rita 我来这间学校 Gloss已经十二周了 今天是我的最后一天 我选的课程是Power Speaking 我觉得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觉得我的听话和讲话 就是进步很多 因为老师会给我一些方式 然后会让我去有难的去讲 不管是文法上面是讲座 只要有人去讲 他们都会去纠正我的文法 还有以及我讲话的内容 你会有语言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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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个老师我还蛮喜欢的 像 Teach and Ken Teach and Ken 他是我的发音老师 我是跳着 跳着课题走的 因为老师会在我跟他聊天的 聊天的过程中 他会发现我哪个音节 哪个字母音是有问题的 他就会真正的字母音去纠正 在他身上我学到蛮多 就是我之前 就是以前在台湾学不到的发音课 另外 另外一个是A长 教授 他 他是我的 Grandma老师 他是一个非常认真教学的一个老师 我们是玩课的课程 虽然只有40分钟的课程 可是我觉得在他的那一堂课 学到蛮多 我以前在台湾是没有学到的东西 而且是更扎实更基础地学文法 因为我觉得文法是真的还蛮重要的 跟别人聊天的过程中 如果你文法上面有点错误的话 其实人家会不太知道 你要讲你在讲什么 可是在他身上我学到了 我还蛮谢谢Teacher Ken跟DJ A长的 其实这边有很多吸引的地方 因为我选择这边是宿路 有很多shopping mall 然后有很多海边 而且离这边很多小岛 如果之后要来的学生 我会建议请多带点钱 如果你没有多带点钱的话 其实你也是不能出去玩 你只是干瞪你眼 看着别人出去玩 这样子心会酸酸的 所以要多带点钱 其实这间学校真的还不错 我真的还蛮喜欢的 如果你有机会的话 我还是会回来这间学校就读 谢谢 那一天 也太太了 不客气了 感谢观看